我今年才32岁,可是这身体状况却还不如50岁的,不是头疼就是脑热,每隔几天就得去一次医院。 这种情况下,就连恢复健康都是奢望,更不要提出去找工作了。 对此,家里也很理解,就让我在家待着,等恢复完全了再出去看看。 看着同龄人买房的买房,结婚的结婚,30多岁还截然一身的我,也是急得不行,可又毫无办法,这身体不是说好就能好的。 爸妈虽然支持我在家待着,但时间长了,他们也受不了,有好几次,我都看见母亲在偷偷哭,咱这心里也不好受。 长时间在家待着,既不能赚钱,也没有社交,我的交际圈子就是手机里的那几个朋友。 说来惭愧,本人学习不好,只念到了初中,除了几个关系要好的初中同学外,再没有跟谁联系了。 但还好这几个朋友关系都不错,没事的时候都聚聚,也让我得到些许安慰。 自从进入夏天以来,我的身体恢复得差不多了,每天没事时还总能出门溜达溜达。 既如此,我也不愿在家里闲着,也想去找份工作。 我跟初中同学们说了这件事,他们也都很支持,有个在南方打工的同学还让我去投奔他,可惜太远了,我更愿意在老家生活。 后面,也是经过叔叔介绍,我在家附近的一个家具厂里工作。 我身体不好,做不了什么力气活,还好有些打杂的活,也算是能做点事情。 当初介绍时,叔叔说得挺好,说是活不累,还能学到东西。 活确实不累,但在家具厂那么长时间,东西却没学到什么。 待我的师父直言不讳,你都三十多岁了,要是有出息,早就有出息了,也不必等到现在,我得待那几个小年轻,你先凑合着干吧。 他这话说得很直,我听着有些心酸,可不得不说,人家说的是实话。 旁人的工资都很高,我每个月却只有三千,这工资是固定的,不会再变化。 我觉得很不宫廷,但叔叔却劝我先忍着,毕竟我能留下来,已算不错。 在工作时,我也刻意地锻炼自己,例如搬些很沉重的木料,期待自己的身体一天天变好。 似乎是进入家具行业的淡季了,厂子里的工作不多,我的工作量也变少了。 没事的时候,大家都聚在一起吹牛聊天,我跟同事们也相处不来,大部分时间都捧着个手机,跟初中同学们聊聊天,抱怨厂区的环境和这微薄的工资。 其实说实在的,我实在是一个内心很脆弱的人,我跟初中同学们抱怨,对我的事业没有丝毫的帮助,仅仅是期待得到一些鼓励和同情。 可在这世界上,谁会懂谁,谁会理解谁,大家都是各过各的罢了。 有个同学突然提起聚会的事情,让我到时候务必感到。 说起来,这些年我专注于养病,也许久没跟大家联系了,这么些年没见,还真是有些怀念。 当初学习成绩很好的班长,听说考上了一个重点大学,现在在单位工作,还有当初学习很不好的同学,居然也开了两家公司,一个个的都成了人上人。 当然,也不全都是成功人士,比如跟我联系的这几个同学,情况也跟我差不多,有的卖力气赚钱,有在公司辛苦打工。 当年上学的时候,学校总要给大家排名,如今都到了社会上,是没人给排名了,如果再排名,那我一定是最后几名。 没成家,也没好的工作,工资还只有每个月三千,想想都可笑。 好朋友安慰我,说是时运不济,往后一定会越来越好。 可真是如此吗?就像我师父说的,一个人如果能改变,他早就改变了,何必等到现在? 二十多岁的时候,我没有奋斗,如今三十多岁,反而能一飞冲天。 怎么也不可能。 我没什么大本事,只想好好照顾父母,如果有机会的话,找个媳妇结个婚,往后的事情往后再说。 同学聚会的日期定好了,我和几个同学相约一起前去,可到了时间,那几个同学又临时有事,去不了了。 原本我也不想去,班长去打电话来劝,这么多年没见了,好不容易有机会,该来还是要来。 班长一席话,说得我十分感动,最后还是决定去了。 人家或许有车,但我得坐火车去市里。 好不容易再见大家,我也不能空手去,便把家里的例子拿去给大家分。 这一路上,周车劳顿不说,拎了太多例子,我这手也勒得生疼。 好不容易出了战,又要自己打车过去。 或许是因为慌乱吧,上了车,我竟忘了聚会的饭店在哪里,给班长打电话。 班长也没接,便给另外一个同学打电话,原本只是问一问。 谁知他接了电话,就不耐烦地奚落。 你来吃饭,不知道饭店在哪。 要是这样,干脆别来了。 莫名其妙地被人呛了一顿,我都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最后还是挂断了。 还好班长及时回复了消息,我这才找到了地方。 饭店门口聚集着一些人,虽然不认识,面孔却很熟悉。 下车一问,果然是初中同学,他们几个人热情地跟我打招呼,但却并未帮我拎栗子,只让我自己去找包厢。 我觉得很尴尬,但还是拎着几大袋子栗子进去了。 刚推开包厢的门,大家都往我这边看,只是眼神有些复杂,好像在看什么奇怪的东西。 我尴尬地笑了笑,赶紧把栗子放在桌子上,分给大家。 班长笑着说,你看看老张,人多好,聚会就聚会,还带土特产来了。 说吧,大家哈哈大笑,我也没管那么多,直接坐下了,随后大家攀谈起来,有人问我工作,还有最近的情况,我也没遮掩,该说什么就直接说了。 过了一会儿,饭店门口站着的同学们回来了,他们众星捧月般簇拥着一个人,笑呵呵地往门里走。 等那人进来,大家都站了起来,我也不自觉地跟着站了起来,他热情地跟大家打招呼,我这心里却很是纳闷。 当初,他的学习成绩很差,可是现在听说混得不错,没想到仅因为如此,便被这样的巴结。 我有些吃之以鼻,也有些羡慕,他进来的时候有这么多人恭维,可是我拎着一大堆东西来时,却没人管。 吃饭时,大家都在聊天,我什么也没说,只是在那里闷头吃饭,偶尔一起碰个杯。 他们聊他们的,我吃我的,我真有些后悔了,这么个同学聚会,都没人搭理我,我还来干什么呢,还搭上这么多例子。 吃到后面,那个混得最好的同学站起来,要给我们所有人敬酒,他进了一大圈,却唯独没有敬我。 他不动声色,周围也没人说话,我心里憋气,却也没说什么,觉得他或许是没看见,把我给忘了。 我心里郁闷,倒下了满满一杯,直接灌进了嘴里,后面陆续有几个人给大家敬酒,有班长,还有其他的几个人,除了班长以外,我没搭理别人,他们有他们的志气,我泥人也有个土性。 咱是没钱,但咱也有脾气。 喝到后面,我的视线有些模糊了,头脑不太清醒,再加上心情不太好,便频繁地跟林作搭话。 林作的同学刚开始还敷衍地回应我两句,可是到后面,干脆就一句话也不说了,我越来越觉得火大了。 后来,我受不了了,用拳头砸了一下桌子,然后疼得站了起来说,我也敬大家一杯。 我话说得响亮,可是他们却也只是愣了一下,随后玩手机的玩手机,聊天的聊天,一个搭理我的都没有。 我真没想到,竟没有一个人搭理我,就因为我工作不行,就因为我月薪三千,赚不到钱,就因为我三十多岁,还找不到媳妇。 这还有一点同学情意吗?为什么都这么现实?我气坏了,当即把手放在下面,一使劲把桌子给掀翻了。 包厢里一阵骚动,有人骂我,有人惊在原地,也有人在那哈哈笑。 我像个疯子一样,冲着他们所有人嘶吼,拎着我的那被吃完的栗子,直接就要往出走。 没人敢拦我,我都想好了,谁敢拦我,我直接把他给撕碎了。 我红着眼,出了门,周围的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 我很烦躁,打了个车,往最近的车站去。 手机响了,是班长打来的电话,我却不想接,这个时候,谁也不要来烦我。 直到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我那几个朋友都临时有事不去聚会,实在是人穷莫入众去了只会给自己讨苦吃。 接下来为您讲述第二个故事,声响。 小时候,我爸妈很爱我,妈妈年轻漂亮,精心照顾和打扮我,我一直是同龄人中的小公主,温响。 我爸更是把我捧在手心里的,毕竟他快四十岁才有了我这么个女儿。 爸爸白手起家,运转着一家建筑承包公司,整个是哪里有建设,哪里就有他的公投。 他的生活很简单很无聊,只剩下钱了,表达爱的方式就是把所有的钱都砸在我这里。 所以,我从小锦衣玉食,什么苦都没受过,我以为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 我在私立贵族幼儿园上学,有一个我爸生意场上好友的儿子叫萧飞。 他三天两头拽着我的辫子欺负我,却又大张旗鼓地宣称将来要娶我做新娘子,让我不准和别的男生笑。 我生气地拍掉他的手,追着他满园子跑,回到家却扭扭捏捏地跟我爸说,萧飞说要娶我做新娘子,你看可以吗? 我爸笑得嘴里一口饭都喷出来了,你要是喜欢他,那就行。 他要是敢欺负你,你跟爸说,看我不揍扁他。 于是我心安理得地扒着饭,心想,那就没问题了,要是萧飞以后敢不娶我,那他就死定了。 生活把我惯成一个没心没肺的公主,但有一件事我总觉得有点奇怪。 从幼儿园开始,我妈时不时会跟一个男人一起来幼儿园接我。 这个男人对我很好,一口一个想想地喊我,巴不得把亲切宠溺两个词写在脸上。 我妈一脸开心地让我喊他叔叔,但我没有来的觉得有些怪异。 一直到我直升私立小学,这个男人还是不时出现。 有天,我放学,我发现是我爸来接我,我高兴地撒下萧飞,一下蹦到爸爸怀里。 她说,我妈说她跟几个小姐妹出去度假几天,这段时间她会尽量来接我,再不计也会让她的司机来把我送回家。 我喽喽我爸的脖子,说,太好了。 我还是喜欢爸爸,不喜欢那个叔叔。 我爸愕然,哪个叔叔? 我浑然不觉地回答,就是经常跟我妈来接我的叔叔啊,总是给我买一堆吃的,对我很亲切,可我不是很喜欢,还是爸爸好。 我看着我爸暗淡下去的眼神,丝毫不知道,我这句话改变了我的一生。 我爸从来没怀疑过我妈,尽管她比我爸整整年轻了十五岁,但是她温柔体贴,对我爸百依百顺,把我爸生活得方方面面照顾得极其妥贴。 对于我爸来说,她是个完美妻子,年轻漂亮,能帮她看家,带出去也很有面子。 同时在她看来,她对我更是好的无可挑剔,也是一个完美妈妈。 所以她从未想过我妈会出轨,给她开了黑卡,她想花钱她从来没管。 但是她稍微一查,很快就发现了她偷情的痕迹。 在她以为她兢兢业业每天去接我放学,送我去课外班,然后无聊地等待我的时候, 其实她就近在某个酒店跟那个叔叔狂欢。 她的信用卡,账单里有很多男性用品消费,有一些西装,皮带,腕表什么的,有些她对得上,是送给她了。 但是大部分消费记录对应的东西,她见都没见过。 她挥一挥手,买了洞郊区的别墅,里面住着什么人,简直不言而喻。 她之前还随口问过一句,这个月银行说有笔消费挺大的,她只是轻描淡写一句。 我给翔翔买了个大额理财,她以后长大了可以用,于是她完全没再问下去。 甚至,这次她去旅行,我爸顾的私人侦探很快从前方发来照片, 那个男人搂着她,另一手毫不掩饰地在她大腿流连。 最令我爸崩溃的是,竟然连我都不是她的女儿。 她一开始从未想过要验我,但是她的助理说避免以后心理有结, 所以她还是跟我做了基因检测。 事实证明,我爸不是我爸,那个叔叔才是我爸。 于是,天崩地裂,我妈回来后,我爸就直接把我们赶出了门。 我妈苦苦求饶,跪在地上抱着我爸的腿,求她原谅,说她再也不敢了。 我爸,哎,以后也不能这么叫她了,温成看都不看她一眼, 只说,把离婚协议签了,现在你还可以得到那座你名下的别墅, 不然我重新你协议,被判出轨欺骗, 我怕你是连别墅价格十分之一的钱都拿不到。 于是我妈哆哆嗦嗦地签了协议,带着我逃离了她当作取款机的温家, 跑到郊区那栋别墅里,与刚刚和她一起结束度假的那个叔叔抱头痛哭。 我惊讶地发现这个屋檐下竟然还有另一个小女孩, 只比我大一岁,他们让我叫她姐姐。 她叫刘苑,他们说她是我亲姐姐。 比十八岁的我并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慢慢长大, 我才意识到我这亲生父母的可怕。 我妈刚生我姐后,因为和我亲爸两人实在穷, 只能出去咖啡店里面打工。 她看中经常来店里工作和商量生意的温成, 好像挺有钱的,在一次不小心打翻咖啡后, 成功引起了温成的注意力。 慢慢地,温成招架不住她的各种暗示明示, 而她也正好再次怀孕, 她泪眼朦胧地说这孩子是温成的。 温成当即就许了她承诺,把她取进门。 而我亲爸刘云龙竟然很高兴。 她一边享受我妈嫁给温成后带来的金钱, 一边虚伪地安慰她说等将来有足够钱, 就可以把温成甩了, 她就不用再出卖身子给那个老男人了。 我亲姐虽然不知道我妈是她妈, 但非常喜欢这个阿姨, 因为她每次来, 都给她带各种各样的好吃的和漂亮衣服。 这些是有一些我自己悟出来的, 有一些是以后日子里我听他们吵架的内容拼凑出来的。 我痛恨自己身上为什么流着这两个人的血, 恶心。 刚来刘家时, 我妈对我倒是和之前差不多, 除了不能像以前那样给我买很多东西, 对我倒也是不错。 我亲爸也是, 朗朗着哪天去派出所把我姓改过来, 叫刘响, 本来就是和我姐姐的名凑一起的, 愿响。 然而有一天, 我妈突然回过未来, 为什么温成会突然查她的事情? 于是, 她一番打听, 从那天送我爸来接我的司机嘴里, 知道了我曾经说过的话。 她愤怒地给了我好几巴掌, 什么话脏, 她就挑什么骂我。 说我是个小贱人, 还没长大, 就学会阴阳怪气, 茶言茶语, 说我是个没良心的白眼狼, 葬送了一家人的幸福生活, 说他造孽生了我这么个祸害来折他的手。 我亲爸虽然没打我, 但也没拉着他, 就站在一旁, 屁腻着眼睛看我, 满是寒意。 我姐姐一脸幸灾乐祸地看着, 她还烦着怎么突然来了个妹妹, 怎么爸爸对她还挺好, 怎么家里好吃的东西少了。 现在, 她看我被打, 心里畅快。 我的童年戛然而止, 我妈把我从私立学校退学, 把我转入和留院一个学校里。 她恨恨地说, 可没钱让我在贵族学校里面烧。 办好手续那天, 萧妃拉着我的手, 眼里红红的, 她可能或多或少从她爸妈那里听到了什么, 虽然她并不理解。 短短半个月, 我从一个活泼明艳快乐的小公主, 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 再无人心疼的孤儿, 脸上还有几道指甲的刮痕。 明明我不是孤儿, 却处在比孤儿更难堪的处境。 萧妃说她一定会想办法转到我的学校来保护我, 叫我不要难过, 让我随时来找她, 她也会找机会来看我的。 我眼里蓄着泪, 我好怕一不小心眼泪掉下来又要挨妈妈地揍, 我只能点点头快速转身离开了。 萧妃应该是这世界上最后一个挂念我的人了, 她也是我全世界唯一的希望。 新的学校, 很糟糕。 我转入二年级, 作为一个突然到来的插班生, 自然没有任何朋友。 刘苑是三年级, 而且她好像在学校比较出众, 很多人认识她。 渐渐地, 我在学校里听到一些窃窃私语, 她们说我是刘苑后妈带来的女儿, 仗着有亲妈天天欺负刘苑, 而刘苑就会在一旁说, 没有没有, 我妈对我很好的, 就是温想这个妓妹总是仗着我妈对付我。 嗨, 爱, 不说了。 我不知道她还能说什么, 因为她说的根本没一句真话。 我们明明是亲姐妹, 而我妈眼里明明没有我。 但是没人知道真相, 也没人去探究真相。 她们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开始孤立我, 排挤我, 在我的课桌上乱涂乱画, 在我值日的时候弄得满地狼藉。 于是我妈更讨厌我, 说我阴沉孤僻, 一个朋友都没有, 成绩也一塌糊涂, 不像我姐姐, 活泼可爱, 人缘好, 成绩名列前茅, 是校园的风云人物。 她不记得了, 我以前也是那样的呀。 这黑暗的日子里, 只有萧飞还在。 她并没有办法甩开 永远跟随着她的专属司机来到我身边, 但她常常给我写信, 每个月都会有一两封信寄来。 我不敢寄回家里, 怕一被发现就要被撕碎, 我每周去学校传达室 找有没有我的信。 每个收到信的日子, 都能支撑我下一段黑暗的时光。 我也会常常梦见以前的生活, 醒来后就会很想爸爸, 尽管我都没资格叫她爸爸。 我记得她的手机号, 可我不敢打电话给她。 我记得她的生日, 想给她发个生日快乐的短信, 可我也没有手机。 我在和爸爸分别的第一个 她的生日的时候, 用公共电话给她打了过去。 电话很快接通了, 是熟悉的声音, 你好, 哪位? 我有些慌张, 快速说完一句, 祝您生日快乐。 便匆匆挂上电话, 转身回到我眼前的现实生活。 这样的日子过了三四年, 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 因为我姐升入初中, 终于渐渐地, 少有人对着我指指点点, 我也难得地过了一年 较为正常的学校生活。 我原本底子就不差, 以前上过各种各样的补习班, 学习能力也可以。 这一年里, 我终于摆脱了各种校园暴力, 能够正常学习, 终于构格 直升小学对口的重点中学。 我姐姐也在那个学校, 我并不想和她同校, 但如果我成绩再差一点, 回到家就是父母的谩骂虐待, 还有我姐的嘲讽七五。 我只能再努力一些, 再进步一些, 尽管按照我妈的话说, 我跟我姐比起来, 连我姐的一根头发都不如。 小学毕业的文艺会演上, 原本有个钢琴独奏的项目, 但是表演者因为要出国, 就不出演这个项目。 我的班主任知道我转学过来的履历上 有些我一直在练琴, 问我要不要试试, 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我在小学一年级的时候, 就已经把所有证书都考下来了, 还得过全国青少年钢琴比赛第一名。 尽管我三四年没有接触过钢琴了, 但我很有信心。 自从父母开始对我恶语相向, 他们对我的照顾就只剩下 给我足够吃饱的粮食, 能够穿的衣服, 有学可以上。 所有的好东西只有我姐才有, 甚至连温城打包寄过来的好几车, 我的东西都成了留院的个人所有, 其中不乏好多我妈以前大手大脚买的 够我穿到十八岁的奢侈品衣物穿戴。 我姐被精心打扮, 就是一个千金小姐的模样。 而我则是一个嚣张跋扈的继妹, 自己落得个没人疼爱的下场, 还天天卖惨。 当班主任询问我上台演出的意向时, 我立刻答应了, 并以准备毕业考为由, 每天放学在学校练琴到天黑。 演出前一天, 我告诉我妈我需要上台, 能不能给我一条小裙子穿。 我妈冷笑一声, 呵,这么多年没弹过琴了, 你那本粗手指还弹得出来吗? 别上去给我丢人。 我姐在旁边扑哧一笑说, 妈, 我听学校的学妹说过了, 温想上赶着找老师说想上台, 甜不知耻, 还想着自己是当年的小公主呢。 我深深地低着头, 在这个家, 我从来不辩解, 没有人会信我, 我也只会换来一顿毒打。 妈, 求你了, 随便一条小裙子就行。 我妈最终随手丢给我一件, 我姐淘汰下来的, 有点开了线的小白裙。 毕业文艺会演那天, 是我自离开温家后, 过得最像自己的一天。 灯光汇聚的舞台上, 我的演奏酣畅淋漓, 掌声经久不绝, 我看到了好多同学吃惊的神情, 也看到了好几位老师 眼里的经验。 唯独没有看到我的亲生父母, 是了, 他们才不在乎我毕不毕业。 突然隐约间, 我似乎看到礼堂进头门口处 站着几个人中, 好像有我爸爸的身影。 我指的是温城, 可也只是短短一瞬, 就找不到了。 是我眼花了吧? 爸爸怎么会来看我? 我对他而言, 只是个没有血缘关系的陌生人。 我独自一人走下舞台台阶, 不像别的毕业生那样, 一下台就有家人一拥而上, 献上鲜花。 站在台阶上, 我抑制不住自己想要哭的冲动, 泪水无声地流下, 但我轻声对自己说, 温想, 不能哭, 你要努力, 你要越来越好。 我把我这次成功登台演出写信告诉萧飞, 她很为我高兴, 也道歉不能来现场, 但她说她在酝酿一个给我的大惊喜, 希望到时我能喜欢。 然后漫长的暑假就来了, 父母照例带着刘苑出去旅游了, 其他时候, 刘苑则一直在上兴趣班, 父母也好像一直在玩。 我从来没见他们上班过, 可能我妈那些年真的从我爸那里弄到了足够多的钱, 能够支持他们一直这样奢迷享乐。 临近开学时, 我亲爸丢给我一个留院淘汰的手机, 其实还算新, 只是留院看不上了, 刚买上最新款。 我如获至宝, 第一时间存进了萧妃早告诉我的她的手机号码, 可我犹犹豫豫不知道开口和她说什么, 最后只是给她发了条信息, 萧妃, 我是温响, 这是我的手机号。 谁知, 不过片刻, 她的电话立刻打了过来, 兴奋地叫我, 想想, 想想, 终于可以和你说说话了。 那天我躲在我的小阁楼里, 和萧妃聊了好长的电话, 对我来说是难得地逃离现实的时光。 转眼就到了初中开学的时候, 开学仪式上, 刘苑作为优秀学长学姐发言。 我知道她并不是学习最出色的, 但是她人大方, 爱百阔, 而且一直是千金小姐的打扮, 在学校里人缘还不错, 据说有一众追随者。 她没少在家里吹嘘自己, 顺便贬低我。 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她是我姐姐, 好在我的姓也没改, 也没人会联想到我们是姐妹。 我希望永远不会有人知道, 就让我安安静静地走过这初中三年吧。 然而我的初中生涯只安静了第一节课。 下课的时候, 就不时有人斜着眼睛贴着我说, 有个男生在全年级每个班大喊, 在找温响。 我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 就发现教室门口探出一个萧飞, 嘴里大喊着, 温响。 她一眼看到班级里呆若木鸡的我, 冲过来一把搂着我肩膀, 想想, 这就是我给你的惊喜。 我们现在又是同学了。 萧飞一直缠着她爸妈, 想转来我的小学, 但是她爸妈并不希望, 她跟我这个出轨的女人的女儿, 有过多的牵连。 但最终敌不过她的各种哀求, 甚至立下军令状, 只要她毕业考年级前三, 就让她随便挑选要读哪所中学, 于是她真的做到了。 她在一班, 那是个成绩第一, 财力第一的孩子们的聚集地, 这两个条件无论哪个, 她都满足了。 我在八班, 我的成绩构格考到这所区重点中学, 但也只是平平无奇的中等水平。 萧飞抱了我好一会儿, 才放开我。 她长高了好多, 原本和我差不多一样的身高, 现在高我大半个头, 她眼里满满是少年的活力和兴奋, 直勾勾地看着我眼, 让我不由自主地脸红, 慢慢地低下了头。 我原以为萧飞是照进我生活的光, 而且现在真的来到了我身边, 但我万万没想到, 她竟成了我的梦魇。 所有人都用探究的眼光看我, 不知道成绩普普通通, 穿着平平无奇, 甚至有点破的我, 为什么会认识萧氏集团的少爷。 没过多久, 有人扒出那些小学时, 贴在我身上的标签, 我也不知道是有人扒出, 还是留院散播的。 反正我又变成了嚣张跋扈, 目中无人, 却又靠卖惨薄同情, 赢得萧飞怜爱的一个心机妓妹。 而留院是绝对的真善美, 处处忍让我这个妓妹。 更有甚者说我是小三的女儿, 说我是我妈出轨生下的杂种。 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一开始, 萧飞似乎从未听过这些话, 每天来跟我吃午饭, 开开心心地为我吃东西。 慢慢地, 她发现每次她来找我时, 周围人总是露出奇怪的眼神, 于是她渐渐发觉了那些谣传, 但她丝毫不在意, 甚至听到有人说时, 她还会恶狠狠地警告他们。 我在以前的信里就跟她说过, 留院对我并不好, 在我妈打我的时候幸灾乐祸, 也会在父母不在的时候打我, 就我头发, 把我的早餐倒掉。 可是渐渐地, 到了初二的时候, 我经常发现她对我欲言又止, 在我逼问下, 她吞吞吐吐地说, 想想, 你是不是不太喜欢跟你姐姐沟通, 其实她可能也没那么坏。 我震惊地看着她, 不敢相信这话从她嘴里说出来。 她很快摇了摇头, 说, 不用管我说的, 想想, 无论怎么样, 我会站在你这边。 可是她并没有站在我这边。 我发现她来找我的次数越来越少, 而我几次鼓起勇气去找她, 均被告知, 她在学生会里忙碌着。 当我转身, 背后的绩效清晰可变。 她又来卖惨, 笑死人了, 天天上赶着来缠萧妃。 萧妃现在跟刘苑学姐, 才是郎才女貌的一对呢。 于是我才知道, 萧妃原来是在初一学年底, 在刘苑的建议下, 加入学生会, 并且开始跟刘苑有了更多接触。 有人说经常看到她们成双入队, 有人说萧妃都跟刘苑表白了。 我充耳不闻, 我不愿相信, 直到我亲眼所见。 那天早上, 刘苑一如往常, 随手打翻我的早餐, 嘴里轻笑, 你也配吃我们家的早餐。 然后她哼着去上学去了, 我默默打扫着满桌满地的一片狼藉, 不然晚上回来挨打得只有我。 等我到学校, 快走到我们教学楼下时, 我发现刘苑站在树荫下, 不时撩撩头发, 不时看看手表, 似乎很急切, 微风吹起她淡蓝色的裙摆, 好一个青春美少女的模样。 我低头看看自己一身运动校服, 默默地从她前面路过。 谁知她挡住我, 提起她手里一袋东西, 满脸微笑地对我说, 想想, 你早上忘记吃早餐了, 姐姐给你带了。 我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不知道这个人在发什么疯, 我轻轻拨开她的手, 说不用了。 我发誓, 我真的是用很轻的力度拨开她的手, 可是她呀的尖叫一声, 手甩得老高, 手里的早餐飞了出去, 甚至有豆浆溅溅出来, 而她的手腕上, 不知道怎么的就红了一大片。 我听到身后一串急促的脚步声, 只见萧妃一把抓过刘苑的手腕, 焦急地问她, 没事吧。 而刘苑泪眼婆娑地看着她, 柔声说, 没事, 就有点疼。 我不可置信地看着萧妃吼我, 温想, 你姐好心给你带早餐, 你有必要这样吗? 我难以抑制我眼里硕大的泪水 迅速地滚落, 然而萧妃眼里根本没有我, 她吼完我只顾着低头查看刘苑的伤势, 给她吹气。 我看到刘苑眼里不加掩饰的 一抹胜利的得意, 心里只剩苦笑, 独自一人安静地离开了。 那天我翘课了, 一个人躲在学校操场后面的树荫下, 一场又一场地哭。 我不知道为什么连我唯一的阳光都变了,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从初一开始, 萧妃就一直跟我说要努力学习, 成绩提升上来, 就可以到一班和她做同班同学了。 我现在成绩确实上来了, 刚能摸到一班的边, 而她成绩掉下来了, 她说现在没什么学习的动力, 当个一班吊车尾也没事, 等我来一班了, 和她一起做个伴。 哼, 我还能去做什么? 属于我的萧妃原来早就不见了。 她再也不相信我了, 她再也不会站在我这边。 我边哭边断断续续地对自己说话, 试图安慰自己。 我告诉自己, 我没有错。 这一切的根源是妈妈做错事, 被我发现了, 我说出来了, 可是我不懂啊, 错的不是我。 可是他们都要报复我, 我忍了这么多年, 为什么连萧妃也要夺走? 不知道我哭了多久, 直哭到我都没有只擦鼻涕了, 只能变成小小的抽气声。 突然头顶传来一阵树叶沙沙作响, 我抬头一看, 一个男生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哭够了没有。 我吓了一跳, 也瞬间仗红了脸, 我也不知道我的叙叙叨叨自言自语, 他听到了多少, 只觉得无地自容, 我低头给他道歉, 飞快地抓起我的包, 正想起身逃跑。 但是他迅速从树上跳下来, 一把抓住我的书包背带, 你跑哪里去, 你现在这样能去哪? 我才意识到, 我现在的脸上可能眼泪鼻涕横流, 眼睛不知道肿成什么样了。 他从他的背包里面掏出一包纸巾, 擦擦吧。 谢, 我吸了吸鼻子, 谢谢。 那男生靠着树随意地坐了下来, 我没敢多看他, 只在余光里看见他穿着校服的白衬衫, 一副慵懒舒适的样子。 刚刚抬头一瞬看到他, 背着光, 有点睁不开眼, 只记得他眉头微醋, 眼睛却很亮。 我感觉他好像很眼熟, 总之不是第一次见。 加个微信。 男生突然又说道,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是要干啥, 直到他把他的微信二维码对在我面前, 我才手忙脚乱地加了他的微信。 头像是一只白色的大狗, 你称声GQS, 我脑子里苦苦思索我认识过这么一个人吗? 突然一个名字闪过, 顾谦生。 我弱弱地抬头看了他一眼, 他摇了摇手机, 看来你知道我是谁了? 温响同学。 是了, 这个名字名声太大, 初一入学作为新生代表上台发言, 据说是入学考分数远远高过第二名。 而且他是在六年级的时候, 突然插到我的班级来, 从此一直是班里第一名。 虽然当过同班同学, 我跟他却没有过任何交集, 估计连在人群里扫尸一眼的对视都不曾有过。 走吧。 顾谦生把手机揣进兜里, 跨着包从草地上站起来。 去哪? 他这话让我毫无头绪。 请我吃饭啊, 顾谦生理所当然地说, 你哭了一上午, 午饭时间都哭过了, 我饿死了又不敢打扰你, 一直到现在。 你请我吃个午饭呗。 阳光透过树叶斑驳地映在他的脸上, 他张扬的笑意过于耀眼, 我还没来得及拒绝, 就只能跟他的背影一路小跑过去。 那天下午, 在年级第一的带领下, 我第一次翻墙逃学。 我们去吃了碗热气腾腾的大排面, 我感觉好像是我这几年来吃过最好吃的东西, 而且最后是顾谦生付的钱。 我没忍住问他, 我跟你好像不是很熟。 他似乎冷了一下, 又满不在乎的一挥手, 说,谁让我是活雷锋呢? 那天我在晚饭后的时间回的家, 他们一家三口坐在客厅看电视, 没人过问我为什么这么晚回来, 有没有吃晚饭? 刘院抬头朝我甩来一个轻蔑又得意的嘲笑。 我无视地转身上楼, 把自己关在属于自己的小阁楼里, 口袋里的手机还在疯狂地震个不停。 从放学时间开始, 萧飞就不停地给我打电话, 我一个都没接。 还有一条他发来的信息, 想想,不要想太多, 我明天跟你好好聊聊。 我根本不知道和他聊什么。 他不再是我心目中的太阳了, 不再是我的萧飞了。 曾经我以为, 别人的眼光我不在乎, 任你们如何造谣我, 跟我有什么关系。 只要我在乎的人是相信我的就行。 可是现在, 我在乎的人竟然也不相信我了。 意识到这一点让我很心痛, 但我不愿再这样了。 顾千生有句话打动了我, 你哭那么多有什么用, 难受的是你自己。 你好好学习, 考个第一倍。 学生的世界, 成绩为王。 你看我三天两头逃课, 吊儿郎当的, 谁敢说我一句什么。 他当时的语气很嚣张, 但我感觉好像就是这么个礼, 我也要做这样一个人。 第二天上学, 萧飞在校门口读我, 我抗拒地想要越过他, 还是被他拽到一边。 想想, 我昨天不该吼你, 你不要生气, 我不说话, 可是你姐姐确实是好意, 你不该那样。 我瞬间抬头, 直视她的双眼, 我没有错。 是她倒掉我的早餐, 又何必来假惺惺? 而且我并没有那么用力地甩她。 萧飞的嘴角扯起一抹牵强的笑, 还真让你姐猜中了, 你会这么说。 想想, 刘苑说, 你自从离开温叔叔来到他家, 就一直封闭自己, 不愿沟通, 其实你多了解一下你姐姐, 她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 萧飞还在说, 而我已经听不清她的内容。 眼前这个我的青梅竹马, 我以为我会穿上婚纱出嫁的人竟然变得这么陌生。 萧飞, 我们绝交吧。 这么幼稚的词, 我竟然都用了出来, 她显然愣住了。 我刚离开我爸温城的时候, 我们来往的信里, 我虽然说得不多, 但大致跟你讲了我在刘家的处境, 我从来都不快乐。 你一直在安慰我, 鼓励我, 给我讲一些快乐的事。 我也一直以为你是最了解我的人, 会一直陪在我身边。 我说得渐渐无力, 感觉在跟一段珍惜的记忆告别。 萧飞的眼里慢慢声腾起一些慌张, 可我也不想理会了。 可是现在的你不是这样的了, 你把对我的信任和关心分给了别人, 还是我最讨厌的人。 这样的你, 我不想要了。 我说完, 别过他, 静自往前走去。 楼道里, 顾千生横跟在中间, 抱着个篮球, 满头大汗, 他如是重负般地朝我一摊手, 温想, 快点, 给我些纸。 这个人难道不觉得他自己出现得很突兀? 我只得递给他一包纸, 他就筐吃筐吃地擦起汗来, 并随我一道往教室走。 经过一班时, 他把剩下的纸巾丢给我, 莫名朝我灿烂地笑起来, 回见。 这笑让我不由地紧张, 赶紧往自己班里去。 但我还是很感激顾千生, 无论他真的只是想要一包纸巾, 还是想帮我挡下身后追上来的萧飞。 接下来的时间里, 我每次一下课就躲起来, 萧飞来找了我几次, 都没找到, 后面渐渐地也不来了。 他给我发消息, 说希望哪天我想开了, 能跟他好好说说话。 我都不回。 有一次, 我看到他在操场上仰头看着坐在主席台上的刘苑, 他对她说了句什么, 他笑开了。 那时的他, 眼里有一些我曾熟悉的宠溺, 耳朵上的帐红我却不曾见过。 顾千生在我后面骂我, 看什么看, 看什么看, 你好好看看你这次考的几名, 赶紧给我跑完这一圈回去刷题。 这语气里有埋怨, 有嫌弃, 有恨铁不成钢, 甚至还有一丝丝醋意。 我没忍住, 抿着嘴偷偷地笑。 顾千生在后面更是骂骂咧咧。 我也不知道怎么的, 他就开始辅导我功课。 就有一次晚上十一点多了, 有一道数学题我实在弄不明白, 我抱着试试的心态, 拍照发给顾千生。 谁知他秒回, 还是语音, 怎么这么笨, 这都不会。 然后连着给我发了 三个六零达瑟语音 详细给我讲了思路。 初二下学期的期中考, 我考了年级二十四名, 这在一班也是中上游水平了。 年段长对我这一年来的进步很满意, 通知我妈将会把我调到一班学习。 我妈那天破天荒地夸了我一次, 说进步挺好的。 刘苑不屑地猛推了一下我肩膀, 不过进步一点, 没什么好得意的。 你就是进了一班, 萧妃也不会再多看你一眼。 她现在啊, 眼里可全是我。 她翻着白眼, 趾高气昂地走了。 我也是吃惊, 人类的眼白居然能几乎 占满整个眼眶, 她这样走路, 不会摔吗? 去一班那天, 一班班主任扫视着班级礼, 在犹豫能让我坐哪里。 这群要么成绩出色, 要么家境幽默的孩子们, 看向我的眼神, 有探究, 有嫌弃, 也有不屑。 萧妃则似乎有些局促地望着窗外。 老师, 我想跟温想当同桌。 所有人把目光聚集到教室后面 靠窗最后一排的位置那里, 顾千生举着手, 话是对着老师说的, 人却微笑着看着我。 你不是总说, 想自己做怕有人吵你吗? 班主任出声, 他进步得太厉害了, 我要向他学习。 顾千生语气一本正经, 班级爆发出一阵笑声, 班主任无奈地摇了摇头, 对我挥挥手。 我应该也是没忍住, 嘴角带上了一丝笑, 因为我发现随着我走近, 顾千生的笑意越来越深, 直到我都能看见他厚草芽了。 课间的时候, 萧妃叫我到外面, 我知道总有这么一遭, 躲不过的便跟他出去了。 他犹犹豫豫什么话都没说出来, 我便自己开口。 我来一般不是因为你, 我就是只想好好学习, 别的我都不在乎。 萧妃似乎松了口气, 才问道, 你跟顾千生很熟吗? 我觉得有些好笑, 我好像不需要跟你汇报这些, 你跟刘苑好好地就行, 别的不用管。 我不等他反应, 便静自走进教室, 我再也不希望与他们纠缠了。 我回到座位上, 顾千生后脑勺对着我, 趴在客桌上。 他什么也没说, 但我觉得他全身的气场, 透露着不爽两个字。 我拿铅笔头戳了下他泪侧, 他一下弹起来, 转身对我怒目称事, 帅气的脸上, 却写满了你, 怎么还敢惹我。 我一个没忍住就笑了, 把卷子朝他一推, 活雷锋快来教教我, 这题怎么做? 他皱着的眉头, 似乎不可置信地弹了一下, 似乎不甘心地咬了下牙, 但最终还是缓和下来, 把头靠了过来。 开头还是那句, 怎么这么笨, 接着又详细地给我讲。 我认真地点头, 记录下他的解题思路。 他似乎总是知道, 怎么讲我就能一点通, 但是他不知道, 我握着笔的手心细细冒着汗, 我害怕我的心跳被他听见, 我害怕我会错他的心意, 于是我也不敢表达。 我暗自庆幸着, 他一直盯着试卷, 不会发现我因为他靠得太近 而发热的脸。 我希望这就是我未来的生活。 显然, 我还是太年轻了。 那天, 我刚回到家推开门, 刘苑就冲到玄关来, 甩给我一巴掌, 把我推出门外, 你这个贱货。 动静之大, 我那亲生父母都忍不住来看热闹, 不过都站在他那边, 也没人来扶我。 刘苑打了我一顿, 却自己抽气了起来, 听他断断续续地讲述, 我才知道怎么回事。 原来, 顾千生是刘苑心心念念的人, 小学时一直跟刘苑同班, 六年级的时候, 他因家里的原因休学一年, 后来才又转入我这班, 变成我的同级生。 他说顾千生与他青梅竹马, 两人惺惺相惜, 因为不得已的原因, 错开一年, 但是关系一直很好, 没想到我一到一班, 就闹着要跟他同桌, 还扯着他的手, 缠着他给我讲题。 我一向佩服刘苑的脑补能力, 现在在听他这么一说, 我估计他从小看图写作文都是满分。 我亲生父亲开口质问我, 为什么跟怨怨抢朋友? 我真就一个黑人问号脸, 他女儿这么明显一段话声明他有早恋倾向。 结果他就问我, 为啥要跟他抢朋友? 我平静地说, 是顾千生说他旁边有空位, 我可以做他呢。 而我也只是正常地向成绩年级第一的同学问问题, 并没有他说的不恰举动。 我不卑不亢的态度似乎让他们三人吃了一惊, 毕竟我以前面对任何他们的苛责, 都是低头、道歉、默默承认。 刘苑却还歇斯底里, 你胡说, 千生从来不要同桌, 也不给人讲题, 是你勾引他是不是? 你这个贱人, 你是哪个狐狸精生的骚货? 刘苑 我亲生父亲吼了他一声。 刘苑这才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 低着头向妈妈道歉。 但是我们亲妈还是抬手甩了他一巴掌, 刘苑捂着脸哭哭啼啼地上楼了。 亲妈倒霉厚此薄彼, 反手也给了我一巴掌, 你也给我省点事, 不要以为成绩好了点, 就来惹是生非。 我沉默地上楼, 来到我的阁楼, 我早已决定, 我不会再为这个家发生的任何一件事落泪。 还有四年, 等我考上大学, 我和这里再无瓜葛。 而刘苑的话, 反倒给我一些希望, 如果顾千生为我破了例, 那我在她眼里是不是特别的。 第二天, 刘苑也不知道怎么找着我 独自一人去到班级垃圾的时候, 把我拦住, 她满脸淒淒爱爱, 我一看就知道大事不好。 想想, 我知道你到我们家来一直有怨气, 可是你真的要这样伤害姐姐吗? 我看着她继续演, 我知道你和萧妃青梅竹马, 她还说你们私定终身。 我最近和她走得近, 并没有什么, 只是因为学生会的事情, 你不要误会了。 但是, 你也没有必要可以刻意接近顾千生啊。 你这样做就是想报复我, 是吗? 哦, 她终于说到这句话了, 是又怎么样? 我看见她眼里闪过一丝狡黠, 但我立刻急上, 你是不是就等着我说这句话? 你手机里现在正在录音呢? 还是顾千生现在就在我身后? 刘苑凝固住了一脸的淒淒爱爱, 僵得像是得了面瘫, 她眼神不自觉地往我后面飘。 果不其然, 顾千生的手从我侧后方探出来, 接过我手里的垃圾桶, 语气细谑地说, 有人跟我说你掉垃圾堆里, 让我来捞你, 结果你在这闲聊。 我没有接她的话, 而是继续直视刘苑, 我很享受她此刻满脸的震惊和不甘。 走吧, 顾千生见我没反应, 拉起我手腕, 直接把我拽走, 拽什么拽呀? 等一下, 什么? 她拉我手腕, 她拉我手腕, 啊, 男女授受不侵啊, 身后的刘苑比我还震惊, 嗓音震天, 千生, 她是个骗子, 都破音了。 我这边还死死盯着被顾千生拽着的手腕, 她则回头, 面无表情地说了一句, 学姐, 以后不要来打扰我同桌了, 她很忙, 这句话简直杀人诛心。 我当时根本没听清她说了什么, 因为我当时满脑子都是可恶, 她抓我手腕, 我该怎么办怎么办, 所以这句话是后来她给我补充的。 顾千生拽着我的手, 直到垃圾房才放开, 她把垃圾移到, 但是人没动, 我善善地站在一旁, 最后还是我开口, 刚刚和刘苑说的话, 我可以解释。 那你说, 我是故意那样回答她的, 我猜她肯定就是逮住你在我旁边的时候, 说那些话故意激我, 我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小, 因为我看见顾千生挑着眉, 像瞧一个傻子那样看着我。 她怒目一瞪, 谁要听这个? 你说, 你跟那个萧飞, 私定终身是真的吗? 我, 我们真的要在垃圾房前面讨论这个问题吗? 那天反正我是跑了。 我那会还在为顾千生拉着我的手跑了一路, 而脸红心跳, 哪能回答得了。 经过这么一遭, 刘苑在学校就不再来恶心我了。 萧飞继续围着刘苑转, 尽管刘苑肉眼可见地对她开始爱答不理。 顾千生没再问过我那个问题, 只是每天上课就睡觉, 下课给我答题, 晚自修拉我去跑步, 我在一般的生活慢慢地走上正轨。 学校成了我暂时的避风港, 同时随着升入初三, 刘苑升入高中部, 我在学校的生活更加自如, 成绩上追赶着顾千生, 终于也到了年级前十的水平。 但是, 与此同时, 那个家里却越来越乱。 刘苑三天头两, 给我使半子, 给我换来一顿骂, 一顿打, 好像只有我受难的时候, 她才能高兴一点。 但我亲爸妈倒不像以前那么热衷于打骂我了, 他们估计是遇到什么麻烦了。 他们吵架的次数与日俱增, 内容无外乎是钱。 我也听到那么零星几句, 为什么这几个越来钱越来越少? 你是不是偷偷把钱藏起来了? 卡号密码你不知道吗? 多少钱你不知道吗? 你自己花钱大手大脚, 还在这里疑神疑鬼。 星号百分号星号星号星号, 人民币警号, 一堆垃圾话, 你他妈乱花钱, 我说你了吗? 什么情况了还买包? 这些钱没有老娘我, 你一分钱都拿不到。 当年说好我给你钱, 你创业, 我可以早点解脱, 结果你干嘛去了? 成天花天酒地, 你跟那个老男人不也快活了好多年? 我看你是巴布地回去舔他的老X吧? 一顿嘈杂和水杯砸破的声音后, 我听到我那亲妈带着哭声狂吼, 刘云龙你不是人。 我亲妈的哭喊声在我亲爸讨好的哄片中归于平静。 我和上门不再去听他们恶心的纠葛。 然而过了没多久, 我亲妈却带着夜宵来敲我的门。 可真是稀奇。 她说了一些有的没的, 最后终于问我最近有没有跟我爸联系过, 她指的是温诚。 我摇了摇头, 这些年来, 我都只在她生日的时候给她打电话, 快速说一声生日快乐, 并不敢跟她有什么其他联系, 她也不曾主动联系过我。 我亲妈脸上阴阳不定, 吞吞吐吐地说, 你爸这些年其实还惦记你, 每个月都会转一点钱来, 钱我都用在你的吃穿用度学习上了。 但是最近几个月钱变少了, 这个月过了打钱的日子却没有钱来, 我联系她也没有反应, 你要不去找你爸看看。 我万万没有想到我爸竟然为我这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女儿付善养肺, 我心里一阵暖, 但同时又一阵寒。 他说得好听, 钱都用在我的吃穿用度上, 我吃他们剩下的, 衣服捡留院的, 学校是公立的, 他们在我身上花过什么钱。 我估计我爸每个月打给他的钱不少, 他就是靠这个钱和我亲爸两人不用工作又过得潇洒。 然而, 明明是因为有我才有这笔钱, 他们这些年来却是我如草芥, 如仆役。 我心里对我这亲生父母泛起一阵恶心和愤怒, 但我没有表现出来, 狠狠地压制了下去, 因为我心里还是担心我爸。 我在一个周末的日子里鼓起勇气来到曾经的家, 希望能见到我爸。 顾千生提出要跟我一起来, 他已经基本了解我家的情况, 但我还没有勇气让他直面这一切。 曾经的家在靠近市区的一片妇人区别墅里, 再次到这里不免有些近乡情窃, 可是原本是我家的房子里, 进出的却都是陌生的人。 我才知道这一家已经不姓温。 有一个曾经照顾过我的女佣认出门口呆站的我, 她告诉我温城生意失败, 变卖了好多处房产, 现在不知道人在哪里。 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 温城是孤儿, 当年的一切全靠她一人白手起家打拼出来的, 如今这一切看来也只有她自己在抗。 我认识的能够知道我爸近况的只有萧飞的爸爸。 电话接听后, 萧飞的语气透露出她早就知道我爸的处境。 同时, 还有一个让我窒息的消息, 我爸被催债的人砍了, 现在在医院里。 萧飞说完, 匆匆挂掉电话。 我跑到医院后才知道她是在避嫌。 我爸是被报警送来医院的, 当时整个人奄奄一息, 警察垫付了手术费才把人救过来, 不过仍旧随时有危险。 由于没人给她续费, 她住不了重症监护士, 就被搁置在普通的住院部里面, 等着有人来给她送药费, 她才有可能继续活下去。 警察联系了我爸手机里的人, 基本都是生意伙伴, 但所有人接听后, 都是说他们跟温成不熟, 唯恐为她垫了要钱, 也被催债的人盯上。 我去求萧飞, 求她借我一些钱, 我要救活我爸。 她说了声对不起, 挂掉了电话。 我去求我亲生父母, 求他们救救我爸, 他们拿了这么多年前, 是我的钱, 应该还我钱, 我要救我爸。 他们把我赶出门, 骂我是没良心的白眼狼, 他们生我养我, 我却尚赶着要贴钱, 去救一个废人。 紧接着被丢出来的 有我的书包, 还有我当年离开温家带的 小行李箱, 他们说我姓温, 让我有多远滚多远, 他们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永远记得那天, 我跪在刘家别墅大门前, 哭求他们给我一点钱, 却只被扔出的书包砸到头。 他们关门前, 我看到我亲生父母 避之不及的神情, 还有刘怨一脸的幸灾乐祸。 我恨, 看着医院里, 我爸苍白的面孔, 以及那勉强维系他生命的低业, 我打破自己最后一丝尊严, 给顾千生打了电话。 我是最不愿意 把我最落魄的一面 再次展现给他的, 但我真的只剩下他了。 顾千生来得很快, 我感受到他的拥抱, 他的肩头都被我的泪水浸湿了, 但是他还轻轻拍着我的背, 安慰我他来了。 他带来了一张卡, 里面有二十几万, 都是他从小到大的压岁钱 和各种奖金, 我们也不知道这些钱够不够。 我们在整座医院各个楼层 来来回回排队挂好付费, 终于我爸进了重症监护士, 还安排了一次 更细致的创伤修复手术。 在手术室外, 顾千生一直握着我的手。 我心里很害怕, 我一边害怕我爸能不能救活, 一边害怕顾千生什么时候会离开我, 我如何配得上他这样对我, 安静的手术式走廊里。 顾千生缓缓地对我说, 温响,你知道吗? 我钢琴弹得很好。 我小学二年级时, 参加了中国青少年钢琴大赛, 我当时在我那钢琴班里面是被称为天才的。 我势在必得, 我觉得我一定是低龄组的冠军。 结果, 不知道从哪里杀出来一个小我一岁的小姑娘, 穿着一条白色的小裙子, 坐在钢琴凳上就像凳子上长出一颗小蘑菇。 我还没来得及笑, 他弹的曲子就把我迷住了, 特别是他弹琴时满脸张扬的快乐, 瞬间便感染了我。 冠军就这么被他拿走了。 那往后的每一年比赛里, 我都在参赛名单里面找他, 但是找不到。 后来我由于某些原因休学一年, 在转入的班级里面, 意外发现了他。 可是他变得不那么快乐了, 好像时时刻刻都想把自己藏起来, 不希望被人发现。 我一度怀疑他只是正好名字一样, 长得也有点像, 其实并不是同一个人。 但是在毕业表演上, 他的琴声打破我一切怀疑, 他就是我在找的温响。 他下台后, 我去找他, 可是我发现他在哭, 我不敢上去跟他说话。 然后, 升入初中, 我正要去找他, 却发现有个傻吊在整个年级瞎跑, 到处找温响。 然后, 我就看见, 这傻吊竟然还抱他。 我当时很生气, 觉得自己也是个傻吊, 一时不知道自己究竟想干嘛, 独自离开了。 后来, 有一次我不想上课, 找了棵树爬上去发呆, 过了一会儿, 听到树下一阵哭声。 树底下长了棵蘑菇, 哭得好伤心。 我又不敢下去, 就这么听着他哭, 听着他那些断断续续的自我安慰, 我觉得很难受, 还觉得自己有点窝囊。 再后来, 你就知道了, 温响他终于注意到我了。 重新认识一下我吗? 温响。 全程盯着地板栩栩沉述的顾千声, 此刻终于转头, 也看向我的眼睛。 我一直静静地看着他, 听他说着。 被他握着的手感觉越来越温暖, 我也紧紧地回握着。 我哪里会知道这么好的顾千声, 竟然一直在我身边。 我感觉这样不太好, 但我真的没忍住, 头不自觉地朝他歪了过去, 靠在他肩膀上, 一直紧张的情绪, 在这一刻感觉好心安。 我想起来, 比赛那天我完成演奏后, 跑出去玩, 在大厅里面玩那个室内喷泉里的水。 有个男生跑过来, 一脸严肃地跟我说, 你这是弹琴的手, 不要在这玩水。 我不以为然地说, 反正我每次都第一, 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原来, 你嚣张地学习宣言, 是用了我的语录。 嗯, 是你教我的。 这一声好温柔。 这时, 手术师的灯灭了, 护士告诉我, 手术很顺利, 患者有望早日康复。 我爸在一个深夜里醒了过来, 那时已经临近中考, 我坐着小凳, 趴在门口, 借着走廊的灯坐体。 我爸打翻水杯我才发现, 我把他浮起来喂水, 他看向我的眼里有惊讶, 有欣慰, 有愧疚, 也有了然一切的淡然。 他说, 想想, 爸爸这条命是你救的。 我爸并没有那么穷途陌路, 他负债是因为他买了一大片郊区的地, 一时资金周转不来, 又被一个合作伙伴卷了一笔钱跑, 到了给各个工地公投结算的时候, 他不想欠工人的人, 贷款额度又达到上限, 他只能去卖房, 甚至借高利贷, 然后才遭遇了这次暴利催债。 他一直不卖那些地, 是看中了那些地的升值空间。 现在他醒过来, 他转让了一小块给一个房地产商, 价格已经是当时他购入的两倍。 他用这笔钱还债, 买房, 重新接我回温家, 我们父女俩一起生活。 我爸说, 他在第一次生日接到我的电话后, 内心就非常愧疚, 他后知后觉, 想起来唯独只有我是无辜的。 他开始每个月给我妈转账十万, 希望他们能对我好一点。 但他哪里能想到, 他们拿着给我的钱享乐, 却处处虐待我。 我爸先是甩给我妈一大堆刘云龙多年来出轨的证据, 我妈直接跟刘云龙大打出手, 刘家从此再没有消停过, 连刘院也时不时脸上挂彩。 而他们已经习惯了不劳而获的享乐生活, 现实条件支撑不住后, 他们卖了别墅, 搬到一个小房子里, 这些钱又支撑他们过了正快乐日子, 但很快也挥霍光了。 于是他们出现在了我面前, 他们当然知道我现在过得不错。 我爸自己承包自己的那些地, 开始盖起了楼, 运售的回资以及土地的升值, 让温氏集团水涨船高, 而我是温氏集团唯一的大小姐。 我和顾千生双双考入市重点高中, 我入学那天, 我爸直接去提了辆麦巴赫来送我们, 还随手给学校捐了座礼堂, 命名为声响音乐礼堂。 连我爸都在科我们的CP是怎么回事, 我亲生父母是在放学的时间来读我的。 他们一开始求我, 让我给他们一些钱, 我面无表情地走过。 他们便直接摊坐在地上, 涕泪俱下地指责我攀了高枝, 抛弃亲生父母, 自己过得优渥, 却连亲生父母死活都不顾, 往他们从小悉心照顾, 培养我, 考入这所高中。 我看他们就跟陌生人一样, 纵使当年我还记得我妈在我小时候, 对我确实挺好, 这一切也早在他们年复一年的虐待, 苛责, 抛弃中, 消失殆尽。 身边围观的人很多, 可我毫不在意, 我姓温, 不姓刘, 当年你们把我赶出门, 拿书砸我的时候就该清楚, 我们早就恩断一绝。 我转身和顾谦生一起离开, 我爸则十分生气, 他二话不说, 把他们两人吸毒的证据直接上报, 没多久, 两人锒铛入狱, 刘苑也找上了我, 那天我高高兴兴地出门, 正要去跟顾谦生会合, 一起去游乐园。 他从某个角落里突然跳出来, 想要把我推上马路, 他刚一出现, 就被我爸安排的保镖 直接摁倒在地上了。 我看他仍执拗地 穿着那些看起来 已经明显陈旧, 还过时了的大排衣服, 两眼发红, 恶狠狠地对我说, 温响, 都是你害的, 你害得我的生活一团糟, 你这个贱人, 怎么不去死? 我朝他笑了笑, 恶人一旦遭了报应, 就说自己是被害的, 你怎么不想想你当年 都是怎么对我的? 他不甘, 凭什么? 我们明明是亲姐妹, 凭什么你小时候 过得像个公主, 如今还能这样招摇, 你明明是个野种, 你就是个野种, 你凭什么? 我骄傲地笑了, 就凭我爸是温成, 他满脸死灰, 我不以为然, 没时间跟你废话了, 我得赶紧去找 我家千生哥哥了, 拜拜。 我的保镖 是个面很欣细的大叔, 那天, 他跟我爸说我那样 回答了刘苑, 我爸高兴得 给我在北京买了栋别墅, 说等我和千生高考后 就可以去住。 保镖大叔也多嘴地 跟顾千生说我说过的话, 结果顾千生缠了我好几天 让我喊他千生哥哥, 我惯是受不了他软磨硬泡的, 轻轻地叫了声, 千生哥哥。 他把我抱起来, 转了个大圈, 再把我放在台阶上, 我才将将能跟他平视, 他又一低头, 浅浅地在我唇上吻了一下, 我们两人脸都涨红, 却还一直看着彼此, 直到我爸做做的咳嗽声 在玄关响起, 我们俩便做鸟受散。 全校都知道 顾千生和我在谈恋爱, 但是没人说什么, 谁让我们通常都是 包揽全校一二名。 顾千生自从修学那一年起, 就一直在超前学习, 而我, 虽然是他口里的怎么这么笨, 在他的带领下, 还是与他齐头并进。 虽然我们是在谈恋爱, 但我们谈恋爱之外的时间 都在好好学习呀。 顾千生的父母 经营着一家装修公司, 这些年来与温氏集团合作, 也是蒸蒸日上。 我爸一直很感激, 当年顾千生想都没想, 就带来的二十多万, 也很感谢顾家父母 培养出了顾千生 这样优秀的准女婿。 而萧妃那边, 我爸再也没跟他父亲合作过, 萧氏集团似乎 也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高考那年, 我爸当上了的是首富, 我和顾千生 也携手来到了北京, 我们的未来满是彼此的声响。